主人主人 我回来了 小青鸟 辛苦了 怎么样 有没有偷到那枚紫金戒指 别提了 那枚戒指被它藏得严严实实 我找遍了它府宅的每个角落都没找到 肯定在它自己身上 看来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那倒也未必 皇帝在离山的华清宫给杨贵妃举办生辰宴 叫什么天香宴 安禄山也要过去 这么重要的宝贝 它肯定会贴身带着 咱们找个机会靠近它 情绪会有收获哦 小青鸟 没看出来 你的小脑瓜这么灵光 我一直都这么聪明好吧 不过离山守卫森严 咱们要怎么进去呢 这间门道金石娘再熟悉不过 我这就去找她 我这就去找她 今天又是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老板娘 皇上在离山华清宫给贵妃庆生 我也想去凑凑热闹 不知老板娘有没有什么门路 可以帮我进去 我既不是官老爷 又不是皇亲国戚 哪有什么门路给你走 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我还以为金老板上天入敌 无所不能 原来是我看走眼了 这么拙劣的话就想激我 罢了罢了 姐姐我就给你纸条名路 东市擂台今日正在举办品师大会 拔得头筹者可以得到一封天香宴的邀请函 你真那么想去就去品师大会试试吧 这可难道我了 我一个道士 哪会什么狮子辜负 算了 我先去那看看吧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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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给我 孟杰马 就你这大舌头 还想去参加品师大会 简直是给全长安的读书人丢脸呢 大家伙说是不是 没错 你这些诗稿 拿来当厕纸 本公子都嫌垃圾 光天化日之下 仗势欺人 你们还好意思说自己是读书人 快把诗稿还给他 否则 别怪小爷的拳头不客气 哪来的家伙 不知道本公子是谁吗 来人 把这管鞋式的混蛋 和这结巴一块收拾了 我来帮你 我们也在读书人 大 我该说 有点 有点 要 这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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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是一张破诗稿吗 给你给你 今天太点背了 下次出门 我要让爹多给我派几个打手 多 多谢 在下 孟子曰 不知 如何报答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谢字就免了吧 对了 你要去品试大会 正是 还是算了 嘴 嘴 嘴 啼 丢人了 淑呆子 我倒有个办法 我替你去品试大会 我来当你的嘴巴 如何 甚 甚好 老先生 这里可是品试大会 品试大会已经结束了 你们来晚了 完了 天香宴的邀请函啊 老夫倒是剩有一张天香宴邀请函 不过老夫对九席欢言不甚兴趣 你若是能做出一首叫绝的好诗 老夫倒是可以将此邀请函相赠于你 太好了 我这里正好有一篇佳作 先生您请听着 三月天仙独盛年 焦桃柔柳一诗言 逆成芳妃一诗念 天香淋淋在人间 好诗 字字皆是话 老夫许久没听到这样的佳剧了 你虽非读书人 却有如此文采 老夫佩服啊 老先生实不相瞒 这首诗是孟子月写的 他吧 有点怕凶 就让我把他的诗作带来 给您评一评 你转告那位孟公子 请他切勿妄自菲薄 这封邀请函 你们拿去吧 希望他在天香宴上 能有所授意 书呆子 没想到那老头 特别喜欢你的诗作 他还把自己的天香宴 邀请函拿出来给你 你可别小瞧了自己 他 他 他 我终于 得了得了 看吧你激动的 咱们现在就去华清宫吧 天香宴快开始了 没想到这华清宫那么大 咱们走了一个时辰 也没找到天香宴在哪儿 那里有个 金五位 问 问他 真巧 这里有个金五位 不过 金五位不都是成群且队行走的吗 怎么这里就他一个 算了 不管那么多 先问路再说 这位大哥 我们出来此地参加天香宴 请问要怎么走 才能到宴客处呢 朝东走到廊桥 在静止巷北就到了 谢谢了 这人感觉有点奇怪 算了 说呆子 咱们走吧 天哪 真的是 是 是 李太白 我 我 没眼花吧 原来您就是传说中的 浊仙人李白 果真气宇宣昂呀 什么哲仙人啊 只是盛上的戏言罢了 我只不过是个随行济世的公家差人 写点文字 让主上开心而已 在下孟子云 洛阳行侍郎府中弟子 初来长安还不曾考取功名 您是我最崇拜的人 您的每一首饰我都能倒背如流 您的四铁踏门我都珍藏在枕头下 日日临摹 对对对 传闻您的剑术出神入化 今天能看到您真是三生有幸啊 我最喜欢您的那首《枪尽酒》了 简直绝命 我的天 孟子月的结巴竟然好了 两位 天香宴马上要开始了 待研习结束 李某再与二位交流诗作 如何 好的好的 朱先生您千万别忘了我 孟子月 你的结巴难道是装的 不 没装 我特别兴奋 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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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的时候 就 就不结巴 你还真是多奇葩呀 来 咱们入席吧 天香宴要开始了 陛下万岁万岁 万万岁 安鲁山 听丞相说 你从山南道购置了不少甲州兵刃 此事可真 为何我从来没听说过呀 陛下 绝无此事啊 微臣誓死效忠陛下 微臣的身体和灵魂 都是陛下您的 怎么会做这种忤逆之事 陛下您若不信 微臣别把这血肉 一刀刀割下来 还给你 惊 惊惊作态 三郎 今天是玉环的生辰 讲这些话太不吉利了 玉环不爱听 好好好 爱卿 你先入席吧 瞧你说的话 败了大家的雅兴 今日不聊正事 只谈风雅 微臣吃醉 干娘 您别跟儿子计较 儿子从西域 带了一批上好的武技 特来敬献给陛下和干娘 安禄山 皇上做了一首霓裳语曲 与贵妃的胡拳武相互应沉 那才叫天作之和 你那些胡鸡 入不得大家的眼 还是算了吧 你 李爱卿 不如你来作首诗 更添兴致 如何 云响衣裳 花香容 春风拂剑 鹿滑 若非群玉 山头剑 会向摇台 欲下风 李爱卿真不愧失心之饼 朕得清如此 三生有幸啊 有四个 三郎 快来人 这 这人 那个 金 金 金武卫 没错 他的眼睛和身影 像极了咱们今天温禄时 落单的金武卫 应该就是他 没想到 他身手那么厉害 这么多金武卫都拿不下他 快 快 快帮你这些人 书呆子 你离远点儿 保护了自己 这你交给我了 麻烦 小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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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努力 别挣扎了 你逃不出去 逃 我根本没想着逃出去 来人 快将此人就地正法 杨丞相 你为何如此着急将他逐死啊 人是这位义士抓住的 不如就当着皇上的面 让义士来盘问他如何 何须盘问 我乃御是忠诚为原归之孙 为天锐 我们维家对礼堂忠心耿耿 却为杨国中高陷阴谋反叛 李隆吉 你听信禅臣屠落忠良 有什么资格当大唐的皇帝 今日 要你们一起 祭我为师一族 不好 这股力量和之前遇到的魔君 简直一模一样 难道 大家快跑 我来挡住他 我来挡住他 大唐 这股力量和之前遇到的魔君 !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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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關戰略 第四關戰略 第五關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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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报仇 可惜了 陛下 那个韦天瑞 已经灰飞烟灭了 好 死了就好 没想到爱妃的生辰宴 就这样泡汤了 杨国忠 你该当何罪啊 陛下 魏臣有不察之罪 但韦家一案 可是证据确凿 魏臣没有半点寻思作假 此事疑点众多 还请陛下 给臣一点时间查清此事 哼 给你时间 再去斩草除根吗 陛下 魏臣倒是有个主意 这位义士 非朝廷中人 此事 不如交给这位义士 去调查吧 李爱卿言之有理 那就交给你去办吧 唉 也不知爱妃 现在身体如何 起驾回宫吧 书呆子 我现在要回长安 你要不要和我一块走 我 我想 再与 哲仙人 想必孟公子 要与在下多聊聊诗作 不如孟公子 同我一起随御驾回宫 咱们屏竹夜谭 一无不可 如何 我的天哪 我要和哲仙人屏竹夜谭 这是天下多少诗人的梦想 你赶快去长安办斋是吧 我就在这些人身边不走了 再见 瞧你这点出息 算了 那我自己先回去了 各位 后会有期 主人 终于回来了 天香宴是不是很好玩 那里是不是 有比小青鸟更可爱的女孩子 不然主人怎么那么久才回来 我们小青鸟 是全天下最可爱 最好玩的女孩子 别生气了 下次有机会 带你一起去 说话算话哦 对了 齐公子在这 等了你很久呢 正好 我也有些事 要问问他 华青宫陛下遇刺之时 我们已经知道了 现在你是调查此事的秦差 你打算怎么做 我也不知道 朝廷那些党争之事 我一点都不懂 不如 齐公子给纸条明路呗 维家隐暗牵连甚广 就连太子府 也险些被拖入泥沼 当年的真实卷宗 都在大理寺封村 但大理寺亲 竹林童 乃杨国中全崖 此事并不易 除非能将卷宗抢到 让皇上重新开启调查 可我总觉得不对劲 杨天锐谋化后的样子 我在别处见过 也许 是安禄山指示他行刺 没错 恐怕现在皇上心中所想 便是太子为了扳倒杨国中 而怂恿伟天锐来行刺 安禄山这一石二鸟之计 用的甚妙 既能翻出旧案 扳倒杨国中 又能加强皇上 对太子的怀疑 那我现在 到底该怎么做 卷宗你必须得到 并交给皇上 否则就是欺君之罪 在此之后 你要去找杨国中 现在的他还不能倒 朱大人 您带着这些卷宗 要去哪儿啊 来人 快把这丝拿下 快 不 好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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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拿走啊 不然丞相会要了我的命 他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你们这些混账奸臣 是时候遭报应了 陛下 这些才是当年 审礼为家一案的真实卷宗 朕知道了 此事您要如何处置 杨国忠已经被责令在家闭门思过 暂不上朝 其他的容赞再想想吧 好了 你先退下 这次辛苦你了 是 年轻人 你好手段 老夫活了大半辈子 第一次栽了那么大一个跟头 你犯了那么重的罪 皇上竟然只让你在家闭门思过 那些亡死的唯家亡魂 如何能安息 他是皇帝 他怎么做 自然有他的考量 但是眼下 我们有个共同的敌人 安鲁山 没错 安鲁山近年来 在幽州囤了数十万的兵刃粮马 假以时日 他必定会犯 你们说我是奸臣 残害忠粮 古往今来 朝堂党女之争 向来如此 成王败寇罢了 但比起安鲁山这个三阵节度使得叛乱 我根本算不得什么 无奈我那妹子和皇上 都被安鲁山蒙蔽了双眼 大唐危在旦夕啊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你和安鲁山 谁也没比谁好哪儿去 罢了 我去见贵妃娘娘 兴许我所见到的事情 可以说动她 那天行刺的围天瑞 真是安鲁山派来的 我在五园 曾亲眼见到安鲁山拉拢史思明 筹谋叛变 而且安鲁山有一枚充满魔性的戒指 围天瑞那天的样子 我在岳河村也见过 和那些变异的魔兵一模一样 这肯定是安鲁山干的 贵妃娘娘 您必须劝说陛下 对安鲁山多加防备 万一安鲁山叛变 您的荣华富贵 可就烟消云散了 怎么可能 好了 你下去吧 安鲁山势中势间 我自会去分别 干娘 儿子冤枉啊 我与史思明乃罢巧 那些诽谤我的人捕风捉影 您和皇上可千万别信啊 我堂兄可是搜集了不少 关于你四处屯置兵甲两码的证据 就算我相信你 皇上可未必 干娘 您是杨家人 杨家就是我的祖宗 所以就算杨丞相 再怎么打压我 针对我 我都没有半句怨言 可是你 你若再不信我 我该怎么活呀 好了好了 别哭了 我又没说不信你 我那个堂兄我也知道 他在朝堂上 的确是容不得别人 干娘 儿子今天 还给您带来一份礼物 东海 彭来 先知 他有回春 助颜的神效 全天下 只有您才 被得到他 你呀 最会讨我的欢心 以后你在朝堂上 就让让我堂兄 你们和睦共处 就是对皇上 最大的忠诚 的确和灯明的拓跋 过来你们一样 你却和灯明的拓跋过来你们一样 你却和灯明的拓跋过来你们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